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八到十六节 在十一章一到四十节 就是提到信心的委员 那么第一节提到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心成为一个实体 信心使我们看见应许的实体 怎么去理解 就是说当我们信心越大 上帝就显得越真实 信心越大 神所应许的事情就越具体 这个当然是在神的应许 必定成就的前提上 所以作者并没有在讨论上帝 至少在十一章 他不是在讨论上帝的应许 会不会成就的部分 在前面已经说了 上帝应许并且启示说的 神绝不说谎 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 而我们怎么样去看见这个应许 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信心中却可以经历到它 或者在信心中看见它 接下来的信心委员 就是用他们的信心去望见那个应许 去看见那个实体并且抓住 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挪亚 对不对 上帝说会有洪水 挪亚他们就是在信心中看见了洪水 才会去盖方舟 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个类似像一个公式的概念 神的应许或者神说过的话 神所说的话 那么我们通过信心 使我们看见这个应许的实体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回应应许的行动 对挪亚来说 就是盖方舟 对亚伯来说 就是带着敬畏的心 带着信心献上祭物 对以诺来说 就是每天与神同行 每天讨神的喜悦 我们昨天看到了亚伯 看到了以诺 看到了挪亚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八节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造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很熟悉 一样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祖父家 那这里说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可是这是神的应许 那么亚伯拉罕在信心中 看见了这个应许 所以他就有一个回应 回应这个实体 回应这个应许的行动 就是离开本地本祖父家 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做客也是可以翻译说 暂时居住 暂时居住就是做客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在异地就是 等于是外国人的概念 我们今天假使 不管是去韩国去日本 出国去玩去美国 或者移民 我们移居到美国去 或者移居到加拿大 我们在那里 我们还是会感觉 我们是在异地 就是在不熟悉的地方 不属于我们的地方 纵使你住在那里 你也学习当地的生活 可是人家很快 就会把你区别出来 就知道你不是 道地的日本人 你不是道地的韩国人等等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就是暂时居住在应许之地 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以撒跟雅各 他们也得着这个应许 什么应许 就是他们的后裔 要得着迦南地 这个土地为业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这里作者稍微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说 亚伯拉罕因着信 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 冲突跟矛盾的 没有错 这个应许是给他的后裔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亚伯拉罕一个人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 经营治理这么大片的土地 你说 这是神赐给我的 那么我已经得着了 从一个角度是 他已经到了应许之地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是 他现在没有后裔 他也不可能治理这一座 这么大的迦南地 另外呢 现在迦南地还都是迦南地 原本居住的百姓在生活 这个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 所以他在那里 在所应许之地 做客 那个概念所表达出来的张力 跟冲突是 这是神应许给他的 但是现在不是他的 他只是个寄居的 这个是应许给他的 他看到了 但是这块地 现在不属于他 是属于迦南地的百姓的 那么这里也表达出 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 因为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后面会再多做说明 就是说 他既然已经到了应许之地 那他为什么还是居住帐篷呢 他居住帐篷就表明 他有一个家要回去嘛 否则你到应许之地 应当怎么样 就在那里构置土地 就在那里扎根 就在那里住下来 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 现在我还没有得到 但是我可以住在这里 可是他却在那里选择 做客搭一座帐篷 所以后面作者会说 那他住在帐篷就表示 他有一个家嘛 他想要回家 他来到这里 只是带着行李 带着简单的这个帐篷 他并没有打算长期定居啊 可是作者又讲说 不对啊 如果要回家 他其实可以回哈兰 他可以回吴尔嘛 他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 他的本地本族附加在吴尔 他可以回去嘛 他可以走过来 他也可以走回去的 那他为什么不回去 哦 作者说 原来在亚伯拉罕的姓名 他在等候那更美的家乡 就是第十节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原来亚伯拉罕不单单在等候应许的成就 他更在等候天上的家乡 他知道他不仅是寄居在应许之地 他更是寄居在这个赤上 他永恒的家也不是在应许之地 而是在天上 后面会再多说明 但是第十节 作者已经先标出他的用意了 十一节 因着信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 已经停了经 他已经年老了 身体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 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已死的人特别强调是不能够生育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心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里讲到 萨拉的性 他自己身体的状况 包含亚伯拉罕也是 过程有一段故事在创世纪里面 其实亚伯拉罕跟萨拉 他们在上帝应许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挣扎 有一点动摇的 所以萨拉他就找了下甲 对不对 那上帝一再的应许 从你生的 从萨拉生的 才是那应许的孩子 到后来 他们真的相信 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是我的身体不能生育 那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神的应许是 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 要像天上的信心那样多 那现实跟应许 神的应许哪个大呢 因着信 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应许 那么这个相信 就使他们得着了这个实体 对不对 这个相信就使他们真的领受了 得着了这个应许 但是事实上 他们只得着了谁 以沙 他们还是没有看到 应许全部的成就 就是说 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心那样多 但是这个相信 就使得他们得着以沙 这个孩子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这些人 当然指的 亚伯拉罕 以沙 雅各 他们在世的时候 都没有看见 他们的后裔 得着应许之地位 也好 那个时候 都还是迦南的百姓 占领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是指 他们到死的时候 他们是相信的 可是到死的时候 应许都没有发生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可是呢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从远处望见 就是远远的 他们看见了 就是在信心的眼光里边 他们看见那个实体 看见那个实体 看见那个确具 未见知识的确具 他们在心里面 真的看见上帝这个应许 已经成就了 那他们到底看见什么呢 从比较近的角度 当然是看见迦南地 看见上帝把应许之地 赐给他们的后裔 他们的后裔 占领了整个迦南地 得地为业 他们在信心当中看见了 因为神是这样应许 神是这样代理 不过后面又接着讲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作者说 在《创世纪》47章第9节 那时候 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 是130岁 我平生的年日 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说 他在世是寄居的 他的先祖 他的列祖 包含亚伯拉罕 以撒 他的长辈 他的列祖 也是寄居的 为什么 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 却又说自己是寄居的呢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因为你会说你自己是一个客旅 暂时住在这里 暂时住在应许之地 那他们已经在应许之地了 大可以成为一个家 还可以在那里建立家庭 却又说我是寄居的 那到底在表达什么 他说说这样话的人 说自己是客旅 是寄居的意思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想要回家 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可以回吴尔吗 他们如果想要回家就回去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也就是说这里却从远处望见 不单单望见了迦南地 他们看得更远 他们看到的是天上的家乡 在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耻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因为上帝说 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并不以为耻 上帝不以这一句话为耻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上帝真的在天上 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就是第四节说的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就是天堂的意思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这里主要就是讲到 亚伯拉罕的信心 一直到明天的经文的进度 还提到一些 那么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显在他蒙造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包含撒拉跟亚伯拉罕 他们的信心也显在 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能够生孩子 但是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得着了一杀 他的信心还显在什么呢 显在在应许之地做客 我刚刚讲 他们不单单看见了 神所赐的应许之地 他们借着寄居的方式 仍然在应许之地住帐篷里 住帐篷就是临时的 不方便的 而不是住在一个家 亚伯拉罕事实上 他是有钱可以买地 甚至他有很多的人可以盖造 他可以真的把他当作一个家 而他的寄居的人生 就显出来 他只是暂时要住在这 可是他已经到应许之地了 他还要去哪里 表示他还有一个家想要去 那个家不会是吴尔 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回去 他老早就可以回去 但他没有 显然他的寄居 他在表达的是一个信心 我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里才是我的家 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搞懂这一块 以色列人一直认为迦南地 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一直认为迦南地 就是最终神要给他们的祝福 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 就开始得地为业 就开始有自己的产业 财富 开始享受这些流奶与蜜之地 带给他们的丰盛和丰富 尽管上帝设立安息日 提醒他们 得获彩的能力 在乎神 提醒他们 一切所赐的丰盛都是从神来 他们在极大的丰富里面 忘记神 神要使他们丰富丰盛 在丰富丰盛当中来敬拜神 纪念神的恩典 过去在埃及为奴 没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自己的产业 没有自己的时间 没有自由 如今他们的时间被赎毁 本来是在埃及人手中 现在他们的时间被赎毁 在神的手中 他们也要在时间上分别为圣 以守安息日来敬拜神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把自己最终的那个幸福 最终的指望放在这块土地上 放在他们所得的丰盛和丰富上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世上 仍然是过着寄居的人生 我过去在做学员工作的时候 寒暑假常常都是好几个礼拜的营会 我发现我要去营会 我要整理行李 其实我带着一个皮箱 一个皮箱就足够我生活好几个礼拜 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多 我为什么只带一个皮箱 因为我知道是暂时的 是寄居的 我今天在这个营地 明天在那个营地 今天借这个学校 明天在那个学校 我都是暂时住的 等到营会结束 我就要回来了 营会也许一个礼拜 也许两个礼拜 但是我有一个家要去 那我提着皮箱 我住在简单的房间里面 其实我们的生活都可以过得很好 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 各位弟兄姐妹 从圣经的角度 上帝也要告诉我们 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人生 那个寄居的人生就表明 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求主帮助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显出来 是不是我们在等候一个更美的家乡 还是有些时候真的会 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乐不思索 我们所做的决定感觉 我们好像要永远住在这个地上一样 就好像过去的以色列人 他们所在乎的是他们的产业 在乎的是看得见的这个产业 求主帮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 寄居的心情在这个地上 不要乐不思索 我们也要在神所赐的丰盛当中 看见那更美的家乡 顾念永恒的事情 知道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属 这会给我们一个眼光 这会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有一个正确的校正跟方向的判断 最后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 在应许之地仍然搭帐篷 过寄居的生活 主求你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在这地上 我们知道你慷慨丰盛 赐给我们各样的丰富 然而主你帮助我们 在所赐的 在您所赐的丰盛和丰富当中 我们有新鲜的眼光 要看见那更美的家乡 我们要带着寄居的心情 在这世上 好叫我们不要乐不思俗 好叫我们不要沉迷在这世上 一切物质的享受 而忘了永恒 而忘了那更美的家乡 求主你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请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